大家好,今天是4月21日,星期五 其實4月份剩下的交易天只有5天 而下星期三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到下星期四就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星期五當然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我想說的就是整個大市根本上剩下的交易天真的不多 好創大戶會不會在這段時期作一個反擊呢? 我們很快會知道 講個市,這一分鐘兩個字都說了,是不明的 因為恒指升五十點或者升多百多點 就會回到五十天和十天線上 相反來說,跌多一二八點 又會回市今個月十九日的低位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三點 其實整個四月份到現在為止 高位仍然是五號的,二萬四千四百點 低位暫時來說是十九號的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三點 很明顯波幅只有六百七十七點 很久沒見過這麼小的波幅了 如果你說今個月的波幅 最低限度都有一千點的 那一是大市一定會有穿頭或者破腳的了 是必一定是升破二萬四千四或者跌穿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三點 是不是? 好了,升破又如何呢? 以這樣的成交金額 只有一個梳梳梳梳梳梳的幾百億 我不覺得會有大氣候多 這個好老實說 即是說,即使上就算抽上去 都只不過月份的波幅稍微向上抗絕感 那跌穿又怎樣計算呢? 亦都沒有大礙了 因為大市我們要看整個走勢 起步點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的二萬四百八十八 去到暫時的浪頂 三月二十一的二萬四千六百五十六點 恆指是一共升了三千一百六十八點 十一個星期 好了,由三月二十一的二萬四千六百五十六點 到現在,頭尾剛剛好四個星期 只是說,最低是見過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三 即是說,升了三千一百六十八點的市 就算你講調整,都是一千點不到 很正常 況且一浪高一浪的形態是沒有變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 起步點是十月二十八的二萬一千四百八十八 第一個浪頂是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七 之後回到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 再抽上去二萬四千二百十六 之後順回到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八 然後再上去二萬四千六百五十六 清楚嗎?是一浪高一浪的 由二萬四千六百五十六點開始的回落 只要不跌穿三月十日的低位 即是整個一浪高一浪最近的一個低位 其實不跌穿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八點 一浪高一浪形態是沒有變的 所以任你怎樣說的消化好、整固好 你就在高台上進行 實際上你看到,不要看指數 有不少股份是創了一年的新高 騰訊就是了 另外瑞昇也是 2018還有2382信玉光學 一樣創了一年的高位 但是很明顯看到大市已經出現了強者越強 不要說升多少要回 現在不說這件事 弱者就越弱 不要說跌多少不應該再跌 沒有說這件事的 不動的始終就是不動 即是說市場的參與者是很選擇性 一般來說大市如果去到一個所謂中期的下跌 或者全面性的下跌 沒有可能這樣 一定是大家一起跌 問題是你跌多還是跌少 即是懷疑這件事根本上處於整固代變之中 至於五窮六絕是怎樣呢 以現在的解讀 我覺得五月份市沒有方向 不是炒的又不能炒 贏的又不能贏 那就真是窮了 找不到吃 但是會不會說很差呢 似乎又不會很差 只要沒有黑天鵝事件爆發的話 大市整固等變的格局 我想暫時改變不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